今天为小黄的私房菜单 我要带大家来到一家 就是远东饭店非常有名的 上海最月楼 这一桌是Eddie大哥 特别为我们精心调配的 所以请您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双菜可以说是家庭饭 也可以是烟客菜 那我们有不同的 好像我们前面的炒蟹粉 我是利用海蟹 我们用面疙瘩来配炒蟹粉 这下面是面疙瘩 面疙瘩 我要吃吃看 我最喜欢的螃蟹 真的看起来好过瘾 观众朋友们应该很羡慕我吧 一口咬下的感觉 真的太美味了 赞 还有我们一个罗拉 那个九昭蜂罗 还有上海的护江一品钟 然后还有我们的烟渡仙 再来那边还有个龙虾汤泡饭 然后我们还有老上海熏鲜鱼 还有糖醋鱼 我们平常常吃的不见得是熏鲜鱼 对 它们大部分的是青鱼 对 再来我们有糖醋鱼 糖醋鱼本来呢 基本上是刚炸出来的形状 哇 还是好像那种鲤鱼要龙门的感觉 这道呢 这道是我们那个孜然牛小排 也是一些外国人喜欢吃的 那么再来是咖喱炒大虾 我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这里点咖喱炒名虾耶 而且我看到咖喱炒大虾里头 哇 哇有好多蛋 这也是一种创意的做法 那这个呢 那个就是蟹红小笼包 对 我们常常吃的小笼汤包 但是这个是蟹粉小笼包 我觉得很多在饭店住的客人 其实他们有时候想要尝尝小笼包 饭店就有了 可以不用出去 我一定要知道一下这道菜呢 这道菜就是重庆来的 蜡子里面找鸡叫蜡子鸡 这个也配酒也配饭 哇我要从辣椒里找鸡 对不对 搞得到 也好好吃哦 真的非常谢谢Eddie大哥 你连造型都非常特别 今天你身上穿的这件 我觉得好时尚的主厨服 这是定做的我的制服 我在上海做的 上面都有特别刺秀 我们Eddie大哥的名字 看到没有在这边 Eddie流 所以果然是餐饮界的博士 就是不一样 对各种环节都有非常细心的要求 而且真的欢迎你们来吃这首菜 真的不到一万块 大哥你知道我的温小红的私房菜单 很多人都会照着我的菜来点 一定要知道大概多少钱 没关系 所以答案就是 超过这个钱我来说 哎呦 Eddie大哥你小心了 真的 所以答案就是接近万元 在39楼看到挑高的美景 把台北市的夜景一览无遗 实在是太完美了 所以加起来差不多近万元的价格 实在是太物超所值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吃这桌好料理的话 就跟着温小红的私房菜单 揍着点准没错咯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温小红 台北印时尚 带给你最新的流行时尚生活资讯 以及明星名人的深入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